Hello,大家好,我是小姜,我蘑菇 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一期 集合我们奇葩心血的 就是我们上妆啊,包括化妆,保养啊 一些就是奇葩的小偏方 对,就是纵横江湖,数余年 得出来的一些江湖秘技 今天就传授于你 好,希望能够就是,大家就是能够就是比如说 取其精华,取其糟粕 对,然后能够博彩正常,能够为你们所用 好吗,然后再做政治题 好,那我们就先开始吧 我那天其实我们之前都就是 诶,视频开始之前,不要忘了 我们这期视频这么精华 千万不要忘了和我们弹幕互动 对,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们 你们弹幕,一些小经验 对,不顾许光学,然后不传授 对吧,咱们互相分享一下一些东西 然后呢,先说第一个 就是我有一个眼霜,就是上眼霜的一个 就是小小窍门,也不是小窍门吧 就是反意小分享 就是呢,先是我会把那个眼霜涂在手上 然后用无名指,然后先给它 就是点在这个眼下嘛 然后呢,现在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呢 就是这个可能蘑菇都不知道 就是说你要是,因为咱们眼睛的这种纹路 一般都是这样子的,对吧 所以呢,它是 所以呢,我们要,当我们涂这个眼霜的时候 我们应该逆向,就是逆着纹路的这个方向 去给它进行按摩 就是你从,因为它是这样的嘛 所以你从这边,然后,诶,画这么一个圈 然后再从这边开始,诶,画这么一个圈 哇,我这么着,我还反过来的 对吧,因为它本身纹路就是这样 然后你再反着这样弄 那你岂不是把它就是越来越深吗 所以你要给它推开,就是逆着它 抚平这个皱纹 然后呢,当你就把它都推完了以后呢 然后下一步呢,就是你要让它吸收 怎么吸收呢 就是你就使劲搓这个手 就这样搓,搓热以后 然后呢,用你的这个 鸡腿形状的这个手的这个部分 然后去,就是你看你这样这样 这样搓完以后 然后就正好就是会按压到你的这个 这个鱼尾纹的这个部分 哦,外眼眶 就是外眼眶,就正好就按到这儿 然后呢,如果说你刚洗完澡的时候 我得出来一个规律 就是你刚洗完澡的时候 你这样搓,会更容易把手搓得很热 然后你这样搓,然后就这样 压它,然后给它展开 然后这样就能就是促进它的这个吸收 然后就从底下,就从这个地方 然后一直压到这儿 哇塞 就是分享给大家啊 首先就是要逆着纹路去涂 涂完了以后,然后搓热 然后用你的小鸡腿给它按住 促进吸收,好吗 这是我的第一个 然后我的 我的第一个是啥呢 我的第一个是就是告诉大家眼线的画法 因为我其实之前一直都是用眼线笔 或者是那个眼线胶 我也是最近才刚刚改到眼线液笔的用法 但是我现在已经就是有一些心得了 就是我最开始用的时候 我觉得我就是handle不了眼线笔 是因为我一直这样画 就是这个笔尖垂直于我的眼睛 但是这样,因为它的笔尖面积特别小 然后你稍微一动它就再抖 这样就很容易画的就是抖了 然后还很难画出一条线 所以正确的用法应该是这样 就是它和你的眼睛平行 你用这个尖去横着扫它 这样很容易画出一条很顺滑的线 另外一点就是用你的小拇指架在你的脸上 这样你就会有一个支撑力 这样手几乎就不会抖 而且会顺着你的眼睛 就是以它为原心 这样就转下来了 然后假如你这个地方遮瑕的话 你可以在这夹一个 就是 像钻叶美章石一样 对,你就可以这样架在这 就可以画一个手稳成狗的眼线 好,学会了 然后呢,下面一个我的小秘分呢 是什么呢 就是,对,先上腮红,再上三分 哦,白里头红 对,白里头红 而且有的时候呢 比如说你下手中了呀 或者怎么样 然后你这个腮红就会上得很 很红 对,像狐屁股一样 然后呢,所以你就是先上 而且当你有粉底液的时候 其实它是有一些粘度的 然后这时候你上这个腮红呢 它那个腮红的那个粉 可以粘在你的那个粉底液上 粉底液上 然后这时候你再上三分的话呢 你这个腮红它不容易掉 它不容易被吃掉 而且还有这种白里头红的这种感觉 而且还非常的清透 很自然 对,大家可以学会这一招 嗯,我有的时候也会就是用这一招的 对 然后下面的一招 我要教给大家的是 画架,双眼皮 这个其实我在可能有一期 视频里跟大家说过 好像是那个圣诞妆容 对,但是不是所有的人都知道 这个也是别人传授给我 要传授给大家 这个其实日常来说也可以用 但是我更建议大家 用在就是拍照的时候 然后首先就是放大双眼 一步就可以做到 首先你看大家 我的自然的双眼皮 是到这儿就结束了 但是一般我们的眼线啊 眼影啊 都会再往后画一点 所以你就可以拿一个很细的 这种的眼 我推荐大家用眉笔 因为眼线笔一般都太饱和了 画上去就特别假 除非你用比较淡棕色的那种眼线笔 对,但是它还是颜色很饱和的 所以就用这种硬硬的就是然后你 我需要一个镜子 然后看那个有点看不清我的在哪 然后你就在你的眼线褶的这个位置到你的 不是双眼皮褶的末端一直到你眼眼和眼线的尽头这画一条延长线 然后这样你的双眼皮就往后延了 而且肉眼看也几乎看不出来它是假的 然后这样你的眼睛就被放大了呀 就是明白我的意思吗 就是你一下你就自己给自己割了双眼皮 这一招真的非常的好用 非常的心机 你去拍什么毕业照啊 什么东西就瞧瞧的画那位 就别看它非常小 但是它的功效还是有 画棱点击 好,然后下一个呢 就是这个小诀窍呢 我们之前也跟大家分享过 就是这个车开的还比较那什么 我就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可能大家没有看那期啊 就是当你 就是这一个其实有两种作用 第一种作用呢 就是当你 比如说当女生 就是去清洁你的这个森林的时候 然后呢 你就可以先在你的这个森林的这个树叶上 然后呢 对,先挤上那个沐浴露 然后在这个树叶上 搓搓搓搓搓搓 你就会搓出丰富的泡沫 然后呢 这个时候呢 你就可以非常非常就是 方便的 从容的去清理你的这个森林 就是对 然后呢 另外一种呢 就是当你就是出去住宿啊 或者怎样 就是你的这个条件有限 没有带什么浴球啊 或者这种东西 你可以先在你的丛林里面搓搓搓搓 制造泡泡 然后呢 蔓延到全身 对 这样你就有一个就是身体自带的一个 起泡网 对 然后呢 如果你的就是 腋下的毛发 也很旺盛的话 你也可以在这里搓搓搓搓搓搓搓 酒店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一招多好用 非常好用 而且就是那个泡沫真的能非常丰富 就是一小丢的那个沐浴露都能起很大的泡泡 然后下面一个呢 是脸大行人 就是需要改的 就是你眉毛 要比你自己的稍微多化一点 会显得脸窄一点 嗯 这个我觉得就是不用解释太多 就是一个视觉差的问题 嗯 就是这样 好 然后呢 再继续说我的这个 我的这个呢 就是可能会懒人行人会比较喜欢的这一点 就是其实我这个还是有一小丢的这个科学依据的啊 就是其实当我们晚上回家的时候 一定要做好脸部的这个清洁工作 就是把它们就是一天就是出去 然后就是这些粉尘啊 或者什么这些东西洗掉 好 那你就上去睡觉 等到你第二天早晨的时候 你就用清水 把脸上的那些 就是油脂啊 或者分泌的那些东西 岩石啊 芝麻糊啊 什么那些来吧吧 给洗掉 就OK啊 就不用再做沉间清洁 就其实这是给干皮的啊 如果你要混油脸上那些油 就是或者是油皮脸上那些油 你不能通过清水 就能把它洗掉的话 你还是需要就是用这种 洗面奶 对 然后去把它的这些油脂带走 但如果你干皮 你本来脸上就是没有很多的油脂的话 你直接用清水把它带走就好 因为其实你前一天晚上 你的清洁如果做的足够的话 其实你一天晚上在家里睡觉 你的脸上的那些 就是不会有什么脏东西的 你只要把油脂洗掉就好 这样呢 你的脸的那个角质层啊 或者是它脸上的那层油脂 也不会被你破坏的特别严重 你的脸也不会就是特别干燥 然后会你下一步做保养啊 或者什么之类的 也是比较有效的 那种极度敏感皮的还挺推荐的 就这样 你的油脂是会保护你自己的皮肤 对 它是一个屏障 因为其实人的皮肤说到底 它不是一个吸收的器官 其实它对于护肤品的吸收 是很微弱很微弱的 皮肤说到底 它还是一个防御的器官 其实它分泌的东西 都是在保护我们自己 然后我要说的另外一个窍门呢 其实是一个 我自己就是想的这个问题 就是其实你用手沾面霜 要比用挖棒沾面霜更卫生 就是这个事虽然听起来 我小时在扯 但你仔细一想 其实首先你用手挖面霜 你手接触的这个面 我要给大家实验一下 你手接触的这个面 其实只是被你挖出来的那个 但它已经被你用到脸上 但是整罐面霜并没有被污染 就这样 你一站 你站的这些接触你手上的 都抹在你脸上了 其他部分你根本没有沾过 但是挖棒你是 扯进去 然后挑出来 然后它的背面是沾了 整个都沾到了你的面霜 而且你的挖棒保存的有多干净呢 你挖的时候消毒了 你不是每次用完就给它放在那了吗 它也很脏 然后你还污染了面霜 所以我觉得 对 就是不是很 明白了吧 明白 就是用手就好了 而且你手不要进去这样抠 你就去站 然后这样给它站起来 其实你的手并没有污染你的面霜 对 好 因为它挖棒它是就是 其实它都是光滑的 它整个就进去了 对 然后你的手呢 你还是有一点就是那种 粘度吗 还是什么 就反正能够调起来 对 反正就是这个 就是仔细一想 你会觉得 你不要觉得他们送里的挖棒是一个多么 对 其实有的时候挖棒也挺脏的 你放在那也有灰尘什么之类的 你这手洗干净了 你就干净了吗 对吧 嗯 就是这样的 好 然后还有下一个 下一个这个呢 其实也是非常非常实用的一个小诀窍 就是当你因为就是如果你要洗脸 如果用毛巾的话呢 就会就是有一些呃 不卫生啊 或者什么之类的 因为我之前不是红眼病吗 然后从此以后我就不太用毛巾擦脸了 然后呢 我之前是用这个蘑菇妞的就是这种呃 擦脸擦脸 擦脸巾 但是后来我发现擦脸巾 不管就是怎样的话 它还是有一些那种毛毛的那种感觉 我不太喜欢那种感觉 我特别怕毛毛进眼睛 所以呢 我就给大家分享一个特别实用的就是用厨房用纸 首先厨房用纸 它够厚够吸水 其次呢 它不会有纸屑的产生 就这个纸 擦完了脸上 你脸上不会有那种像餐巾纸一样那种小屑屑 然后呢 它还就是非常的能吸水 然后呢 也不贵 大概就几块钱一卷 对 几块钱两卷那种 然后呢 也挺好买的 各大超市都有卖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推荐大家 因为其实洗脸巾一般你在就是超市什么都买不到 你都要在网上买 但是厨房用纸你就随时可以买到 但是我觉得厨房用纸有一个缺点 就是它的面是粗糙的 你就不能这样擦 你就去这样占它 其实也还行吧 看你买就是 它虽然是粗糙的那种表面 可是它没有就是特别拉人 对 当它占了水以后 它就变得很软了 但是它还有韧性 它还不会破或者怎样 我觉得还挺实用的 对 好 那我应该就剩最后一条了 这一条呢 是就是有很多朋友跟我说 就是它不会自己给自己涂指甲油 因为比如说你是惯用右手的人 那你左手给右手涂的时候 手就特别的抖 然后就会容易就是乱七八糟的 然后可能刚涂好就粘上了 所以我的技巧呢 是你先用你不惯用的那只手 比如说我是右撇子 我就拿左手 因为它不常用 我先给右手涂 这样你左手就没有那种半干的指甲油 你还就是比较好操作 心无旁骛 对 你就先给它涂 然后右手是你的惯用手嘛 它即使就是粘着了什么 你也比较灵活 就可以避免它 然后你再去给左手涂 这样两只手的就是功能上来说是平衡的 就不会有一只手涂特好 一只手涂特辣 对 好吧 不错 你还有吗 没啥了 行吧 那 有一个小小的 我刚想起来 就是当大家比如说 你用这种磨砂洗面奶 当你洁面的时候 不要忘了你也可以搓搓自己的嘴唇 这样可以去死皮 对 你就不用用那种唇部磨砂 其实有那种磨砂洁面 它也可以就是 我有的时候会用电动牙刷 刷牙的时候刷一刷嘴唇 那我倒不会 就是那种 你不要使劲按在上面 就轻轻的戴一下 然后就会有七小时的效果 就会用磨砂洗面奶 其实我觉得咱们两个 日常中的这种小窍门挺多的 但是一时有些想不起来 对 我们会比如说 什么时候突然想到 比如说在我们化妆的时候 给大家做妆教的时候 什么之类的 就会再继续给大家分享 好呗 那我们今天的清囊相授 就到这里了 希望呢 对你们能有一些些的帮助 我们这个视频也算没白做 对 感觉也是一期有教育意义的视频 新娘的学点新技巧 希望大家也能够 把大家的一些这种 小妙招小诀窍 然后小偏方 也可以告诉我们 然后如果你们打弹幕的话 这样其他人也都可以看见啦 然后我们这就是一期分享的视频 好吧 然后我们这期就到这里了 不要忘了给我们弹幕评论 点赞投币 关注我们 好就这样 拜拜 爱你们哟 等会 就是有的时候大家会问 让我们出一些 就是手势分享啊 或者让我们出一些 就是护肤分享啊 其实这些东西呢 我们之前的 往期视频里面 有的都分享过 比如说还有唇膏的一些分享啊 对 大家可以就是去看一看 我们之前录过的一些视频 这样大家